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电影里面啪 点中穴位 能把人点倒 点到这个笑穴上 你看在电影上哈哈大笑 点到枯穴上以后呢 他可以眼泪往下塌 那么有的朋友问了 这点穴到底是真的假的 在这儿呢 我给大伙今天呢讲一讲 那么这个点去 我告诉大家 真的 那么有的朋友说了 那我能不能学会 朋友们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就是会者不难 难者不会 那么还有一句话呢 是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各人 这个武术得得练 那有的朋友说了 这个点穴血呀 我们学会的用处大不大 我再给大家解释 学武的好处他不但能强身健体 取病健身 他还可以防身 防身 那么什么叫防身呢 好比你出门在外 外面出差 外面旅游 单人独行 碰上三五成群的歹徒 四五 街坊的坏人 打你打不顾 跑你跑不掉 这种情况下 显得武术特别重要 还有一句话呢 可以在这这么讲 叫做 凭自学向 即使用 即使学呢 不总用 那么今天 大伙有幸 在这呢 我给大伙讲一讲 武术里面的点穴起拿 在很短的时间内 怎么能把歹徒 支付 那么有的朋友说了 薛卫 你懂吗 在这讲 对了 中华武术 上下五千年 特别的深啊 我呢 也懂得自己点皮毛 那么在这呢 我首先给大伙先讲一讲这个穴位 人体的穴位 人体三百六十五个穴位 三十六道大穴 七十二个小穴 四个麻穴 一个晕穴 一个死穴 点中穴位以后 啪 它们为什么对方能倒地 不动 在这呢 我们就要谈到 人体的经络学 那么 好多朋友可能都知道 人的血液就跟地球在运转一样 感觉不出来 我们这个学武的人呢 有那么一句话 人的血有一头 日夜行走不停留 欲死欲血受寻伤 一切不至命能伤 轻者 它可以治残 重则 它可以丧命 有的朋友说 薛卫 有那么厉害吗 对了 那么咱们今天呢 再谈一谈 大伙看着 经常看着五大片 啊 啪 这么点中人一后 坏人站的对方不动了 朋友们 电影大伙都知道 别说是假的 夸张了 说得神火其神的 那么为什么点中穴位 人能站的不动 它是人的经络受阻 血液不流通的现状 你比如说 我刚才前面讲过 人的血有一头 日夜行走不停留 那么咱们比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伙可能知道那汽车司机 游路堵塞 汽车不能发动 那么人体的血液堵塞 引起它疼麻轻众 那么有的朋友问了 我再比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伙可能都碰到 都碰到过 人体有四个麻穴 我说一个麻穴 大伙可能在生活当中 一不小心就碰到了 这个麻穴在什么地方 它在人的趋直 但是 往下走四寸 你碰到物体上 啪 整个胳膊发麻 麻穴 我说的话也没道理 朋友们 这我在我们武术里面就讲 会打的打一下 不会打的打十下 敲门打法 那么练武的还有一句话 不怕你千招会 但怕你一招惊 学会不但能放声 还可以身体健康 聚病延年 一个好健康的身体 在生活当中 家里面真是其乐融融 你要是成天是个病罐子 朋友们 对不对 那么朋友们练武的好处 那是非常多的 咱们今天主题 再进入到这个学位 我刚才又谈到这个人体三百六十五个学位 七十二到小穴 三十六到大穴 四个麻穴 一个死穴 那么今天我们就看一看 学位中医里面的 学位的部位 学位的部位 那么下面呢 我这 朋友们 有一个虚伪点打图 也是人体的 同志们 大伙往我这看 啊 标准的针灸推拿经络 啊 那么大家再往这看 我们今天呢 在这点穴防身当中 我给大伙呢 教什么穴位啊 我教一个子武防身法的点穴方法 什么叫子武点穴法呢 它是按时辰来打 大伙可能都知道 一天是十二个时辰 二十四个小时 在我们的中医里面讲 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 用不同的时辰来打不同的学位 这叫虚伪点打 也叫子武点穴术 也就是说 再说白了 就是 几点钟 大什么地 几点钟 又大什么地了 按字符丑牛 银虎卯兔 陈龙四舌 五马为羊 沈河游记 虚狗害竹 十二个僧肖 十二个死尘 我给大伙开始讲 那么当然了 大家在这个穴位图啊 我今天给大伙教一个穴位 面对歹徒 现在的时辰应该是五十 现在应该搭什么穴位 下面 我要给朋友们做实验 做完实验 我把这穴位啊 给大伙详细地讲 点钟穴位 对方怎么能站得不动 失去反抗能力 然后怎么样解穴 能把对方恢复身体 原状 那么今天的场地有限 我在这儿再给大伙做实验当中 给大伙准备个灯 好 那么有的朋友说 好 站起来 好 现在先站起来 好了 好 然后你坐下 来 好 朋友们 我刚才说了 人的学业在不停地流动 你们感觉不出来 啊 那么不同的学位 打不同的地方 现在我给大伙呢 先说一说点穴的指法 在这个点穴里面分三种指法 第一种指法叫金刚指 在我们武术的名词里面 什么叫金刚指呢 什么叫金刚指呢 十指陈平 这叫金刚指 这个指头 大家 初学点穴的朋友不要用 为什么 不现实 因为你们的指头啊 没有劲 说白了 点中穴以后 手指打弯 把人打不趴下 啊 那么你们用什么指法呀 我们一般点 用的是十指 在武术里面 又叫做一指禅 也叫做金刚指 啊 你们都不能用 那么你们初学点穴的朋友 用什么点穴呢 用武术名词的里面 叫做鸡心手 那么这个鸡心手啊 它是怎么个手法呢 大家往这看 十指 搭个小弯 大拇指 把他压进 这个在武术名词里面 就叫做鸡心手的手法 啊 那么 这是初学中的 简单的一些手法 也就是说 打出气 有力 啊 打住穴位 因为大火可能害羞的 人这个穴位啊 它不像咱们想的那么大 它就那么一点点 啊 那么我再比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为什么人的血液在不停地流动啊 啊 中医里面还有那么个讲法是 痛 则不通 不通 则痛 啊 你比如说 我刚才说 这是驱齿 压上以后呢 看你手发不发酸啊 那么就是说 我轻轻的 大拇指在它的驱齿穴位 嗯 它为什么难受 好 谢谢 大家注意 这就是人的经络不通 气血不合 引起它疼麻轻重 这就是人的很简单的例子 一个驱齿的穴位 啊 一个人的驱齿穴位 在这儿 朋友们 是吧 哎 大家呢 有兴趣的下面当场做实验 是不是 哎 为什么 发酸 发胀 啊 这就叫疼麻轻重 啊 那么有的朋友说了 还有一个穴位 比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看他厉不厉害 啊 你要说是跟朋友开个玩笑 把这个穴位知道了 也有好 啊 给他握手当中 这样的手 隔膊的 中心部位 有两个筋 立他两寸的地方 为人的内观穴 再往走上一寸 自 裂穴和内观 裂穴穴 也就是脉搏呀 大家都知道 你这么一摸 老中医呢 给你看的时候 这脉搏一摸 登登登登登跳 裂穴 记住 裂穴那个裂 缺口那个缺 裂穴穴位 哎 这个穴位知道了 给朋友开开心 啊 跟他握手当中 你好你好你好 记住了这个手 然后 食指伸出去 刚好是他的裂穴穴位 往下这么一摆 你好你好你好 哎 谢谢 对不对朋友们 因为什么 他发酸 发炸 啊 蹦蹦就下去了 啊 所以这个穴位你掌握以后呢 你都现在可以当场做实验 是真是假 你们可以当场实验 发酸 发酸 啪 啊 用你的食指给你朋友开个心 开个玩笑 啊 见面离让他啪一下 好 咱们闲话少许 书归正传 咱们先说虚位 现在的死尘 按自负宠牛 银虎卯兔 乘龙四十 五马为羊 身后有几 许狗害羞 不同的死尘 来点打 不同的虚位 这就是我们的子武 点穴法 啊 我刚才还说过 大家在点穴当中 不能用我的金刚指 不能用抑制传这个手法 为什么 你手上没劲 对了 啊 那么你们呢 用我刚才所说的 鸡心手的手法 现在的穴位应该搭到什么地方 注意了 你放松 你放松 对身体没有害的 啊 然后再学会轻轻地把 走 咚 大家看 喷 人的经络堵散 你不要乱动 别乱动 人的经络堵散 引起他气血不合手边摸他 当事人呢 失去他反抗能力 啊 那么有的朋友说了 那他现在的血液 也就是说 我再这么比方 人的一个血管 啊 一个汽车司机的油道 油路堵塞了 汽车这个油过不去 人的血管堵塞了 他现在这么压住了 血液流不过去 引起他疼麻轻忠 啊 再比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伙都明白 你不要动啊 汗都出来了 大家看看 汗都出来了 朋友们 身体不要紧 在两个小时 一个四层之内把它解开 就身体都是没有害处的 啊 身体没有任何的害处 再比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啊 人蹲到地下 蹲那么两到三分钟 猛的起来 眼睛发花 眼睛黑乎乎一大片 对了 血液流的不那么太差 就那么个例子 好 那么现在把它打倒 好 朋友们 比如说 他是个坏人 他还有反抗能力吗 没有了 啊 现在 我让他起来 他都起不来 为什么 难受 可不像你们的电影里面 录像里面看到的 啪 把人点倒了 人站的不动 朋友们 夸张 夸大棋子 这次是非常难受 让他起来 他起不来 难不难受 难受 大生难不难受 难受 难受 朋友们 啊 为啥你喜欢学武术 这是我的学生 他喜欢学武术 对了 喜欢学武术 先不要去脑子想的那麽 在外面认识 生非打人去 先要学会爱大 哎 就跟我们从小练 一样的 那石头把你啪啪啪 甩来甩去的 对不对 那么朋友们 现在我们就要谈到给他解血 给他解血了 这个解血呢 是一个方法三个不做 一个方法三个不做 能不能起来 难受吧 难受 好 别动 那麽大伯朋友都知道 在生活当中 你要看到人 啊 他当时修课了 怎麽办 人中 大家看 汗都出来了 大家把镜头 大家看到 汗都出来了 大家自己看 汗都出来了 啊 那么就是说 一个方法解血三个不做 那些的朋友都知道 在掐人中 对了 这是第一个方法 掐人中你要会掐 他 左手 按着他的人中 按着他的北汇血 北汇 记住了啊 北汇 四手 脱他的下巴 哎 四手指脱下巴 大拇指扣他的人中 人中可不是在这儿啊 可不是在这个部位啊 记住了 而是在 这个部位 有没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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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觉 同样的 大家可以自己做事 往上 哎 发酸 发麻 把它呢 来回的 揉动四到五下 用劲 爬爬爬爬 第二个方法呀 人的河谷 人的河谷 也就是户口的穴位 往上走三寸的地方 别动啊 别动啊 有没有感觉 有感觉 揉四下 啪啪啪啪 揉四下 啊 那么然后呢 这个右手扶着他的心脏 扶着他的心脏 啊 帮我拿来谢谢 把他扶过来 把颠倒的 啊 对方扶起来 用这个空心掌 在人的背后 那叫大追削 把他扶平 在他的心脏 扶住 脸口三到四下 然后你咳嗽啊 听懂没有啊 朋友们 好 那有的朋友说了 我要把对方 要是个坏人把他打趴先 我还给他解血先 朋友们 在不解血的情况下 一个时辰 也就是两个小时 他就还原 自己可以起来的 啊 身体没有任何的害处 没有任何的害处 啊 那么刚才呢 我说了一个解血的方法 一个方法 三个步骤 大伙一定要记住 好 现在你休息一会 坐在往这儿坐 我现在再给大伙说学路 那么大家呢 今天呢 现在看看这儿 刚才呢 我点的什么部位 大家往这儿看 你看 人的卑会在这儿 人中学在这儿 连全血 咱们现在我给大伙 找一个血 叫做什么血呢 叫潭中血 大家看哦 中请血往上走六寸 于堂血往下走三寸的地方 就是人的坛中血位 大家往这儿看 用咱们的白话讲啊 就是人的心窝 大伙可能都知道 两个胸大鸡 形成了一个三角 形成了一个三角 这一个小坑 对 刚才的学位啊 我打的潭中血 打的他的潭中血 那有的朋友说话了 那讲的又不现实了 那么我呢 在打坏人当中 哎不可能来吧 这叫潭中血是吧 我给你点潭中血把你点倒 人是活动的 不可能 给你当个模型你点他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在我们武术里面就讲的 声东击西 紫上打下 那么什么叫声东击西呢 比如说 你面对我 什么叫声东击西呢 看上 往下走 能听到吗 对了 这叫声东击西 也就是说看上 你打下 这叫声东击西 所以这招呢 大家回到家 一定得练 一定得练 而且呢 大家把他学位 一定要懂得 一定要懂得 啊 那么有的朋友说 刚才你解血 北汇解完了 你把这 大家往这看 北汇 暗的北汇 啊 暗的北汇 人中在这个部位记住了啊 暗都四下 啊 三到四下 第二个步骤 人的虎口穴位往上走三寸 啊 大家往这看 人的虎口 裂穴穴位 我刚才说了 啊 这个穴位往上面走 一寸的地方 也叫和骨穴 啊 你把他的和骨啊 啪啪啪啪啪 散到四下 啊 那么最后呢 就是右掌扶心脏 扶心脏 记住 啊 这个左掌 为一个空心掌 在他的大锥 大家往这看 在他的部位呢 四到五下 啪啪啪啪 在排队当中呢 一定要让他 咳嗽 啊 那么有的朋友说了 那你这点续 还能不能做个实验呢 下面 给观众呢 再找好一位朋友 让我们这位学生 当场给他做实验 好了 刚才朋友们看了我们的点续和里面那些基础方法啊 基本的知识 了解了几个学位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讲一讲点续的执法的基本功怎么练 这个点续我刚才上一节说了啊 光手法里面就分十二种 我今天呢在这给大伙呢主要说的是点续说三种啊 啊 一个刚才说了一个金刚纸 啊 给大伙又说了一个 意志禅 再给朋友们说了一个 鸡心手 三个执法 那有的朋友说呢 那你这个执法 我怎么能练到呢 能把对方 打中学位 能把他打倒啊 对了 这里面都是有方法的 啊 有诀窍的 啊 这就是叫 真传一句话 假传 万卷书 啊 不告诉我 不告诉你 你万了好大个圈 啊 告诉你以后 你不出三月五月的 练动那种手法 非常的坚硬 大伤穴位以后 能把他穴位给他封闭 啊 那么有的朋友说了 那么你这个执法 你们是怎么练的 我们这个武术的基本功啊 因为我们呢是 马戏团的 啊 专门呢是练一些 杂技上一些技巧 动作 因为我的老师啊 是咱们 啊 河北的 吴乔的 他那甩轿 在旧社会就特别出名 啊 他老人家 啊 那么有的朋友说 那你们这个 执法你怎么练呢 这里面有技巧 首先 爱好点穴的朋友 准备 啊 一个小铁筒 它的支筋呢 能打到三十公分 里面装上什么呢 装上青萨 啊 装上青萨 啊 如果青萨不好找的 找什么呢 啊 滤洞 滤洞 啊 然后呢 每每天 早上 练上 十五分钟 啊 晚上 练十五分钟 啊 时间呢 有自己安排 但是 一定要坚持 啊 那么这个擦到绿豆里面 擦下去 记住 啊 这个手啊 可能要 把它磨破 啊 那么 把它磨破了以后 你记住 等这个书好了以后 再继续练 练 练到什么程度 练上啊 啊 别人打 你打别人 打记住 就那么一下 对方 对方就受不了 啊 当然了 还有一个方法练呢 在这个 如果方便 在墙上啊 啊 定上一大 白子 白子的厚度 为十公分 啊 你呢 每一次的情况下 就用这四个手指 啪啪啪啪啪的 啊 你想我们那搞炸技的 那手指练到什么程度呢 大家往这看 手指 走 嗯 手指起变化了 啊 手指起变化了 啊 啊 把他鼓起来了 啊 啊 然后呢 这么一用劲儿 嗯 嗯 嗯 他又回去了 啊 那么 那有的朋友说 我本人呢 练这个 在杂技团 马戏团里面搞的是 铁头工 啊 我不用介绍 大伙一看的 头发也撞没了 啊 那么有的朋友说了 你这个骨节怎么练的 我们练那个杂技团 那都知道 道理技巧 啊 啊 道理技巧 然后呢 把身体整个拿起来 做好多高难度的动作 啊 咱们不扯别的 那么朋友们 我们还要练到什么程度呢 咱们今天呢 我给大伙呢 再 你看看我手上的 一种力度 大伙都知道 这种瓶子非常坚硬的 啊 非常坚硬的 把这瓶子呢 四个真假伙 啊 你练到什么程度 把这个瓶子拿起来以后 大家看我手 给它用上一点劲 啊 然后把这瓶子拿起来 来 朋友们 大伙都知道 这瓶子非常的坚硬 啊 再一个这手啊 有点打滑 啊 我看能不能把它 捏碎 你们要练基本功 一定要练手法 啊 大家看看 看看 玻璃杂子你看看 哎呀 啊 碎没碎呢 这个不是甩碎的 把它给下锅 大家看 这是清明书瓶子 啊 它一半的 这个力度你要到不了啊 嗯 你就把它 揉不碎 啊 把它揉不碎 啊 这要经过你每天的练 你也可能达到那种程度 啊 那么有的朋友说了 那么我们呢 嗯 学您的点讯能不能做实验呢 朋友们 啊 在把这虚位掌握了以后呢 当场都能做实验 但是打的力度 你记住 不能太大 一般是三公斤到五公斤 啊 三公斤到五公斤 嗯 啊 再一个呢 还给大伙再说一个 技巧和方法 点穴的时候 在墙上呢 画个圆柄 圆柄里面画个靶心 没事的情况下 疼 疼 打上它一百下 啊 最后靶心呢 是越来越小 最后呢 就那么一点 眼睛不看的情况下 啪 就是他的靶心 要练到那种程度 打穴位的时候呢 才能百发百中 啊 上 看上打下 子东说西 啊 也叫声东击西 还要掌握好 那么下面呢 我再给朋友们呢 做个实验 刚才呢 呃 是我点的 学生 那么下面呢 有我的学生 啊 呃 在早上呢 有一位观众 啊 你可以当场的 试验 啊 都可以试验 啊 那么下面呢 给大伙呢 做一个实验 啊 那么我的住手上来以后 我们再找了一位 我们再找了一位观众 啊 再找了一位观众 好 你好 那么朋友们 大家看我讲的有没有在不在于人 我刚才说的那个学位 你在下面可能听到了 啊 那么我呢 碰一下 啊 你的朋友说的你的手上可能紧太大了吧 瓶子都叶碎了啊 你让你的学生就按我的方法 能不能 比如说把对方 弄掉趴去 啊 不要掉对象啊 啊 记住 三公斤 到五公斤的力度 啊 用这机心手 机心手的手法 哎 对 打一下我看看力度够不够 用去 太大了 啊 太大了 哎 好 手展开我跟你说 这是劳工靴 记住了啊 手心为劳工靴 哎 点住往后推 把它学位要封闭掉 那听懂吗 点住学位往上推 啊 因为学位我刚才说了 不像你想的那么大 它就一点点 啊 这个机心手好处还在哪呢 面积大 点下去准确率 就比较高 啊 记住了 不要力度不要太大啊 就是刚才我打你劳工靴那个地方 那么个力度 记住了没有 你别把人打坏了啊 好记住了啊 就是刚才那个穴位 记住了没有 它叫人家谭中穴 啊 好 就是 好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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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这个呢 就是我刚才说过 大伙儿听说过那个 心口那个穴位 叫谭中穴 也就是九尾穴往上走七寸 我刚给你说那个解穴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再做个实验 再做个实验 北慧 北慧在这儿 不要摸错了 北慧 啊 四个手 四指脱下巴 人中 搞错了 往上走 哎 好 人的河骨 走四下 河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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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的心口大 你自己轻轻一按 人都受不了 啊 对不对 这就是人的一个弹中穴位 扶心脏 第三个不动 空心掌 在他的大堆穴 空心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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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空心掌 厉不厉害 厉害 厉害 朋友们 这呢就是我说的 点穴的方法 对吧 好 你现在先坐那 好 那么朋友们 好 我再来 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穴位 按字符丑牛银虎猫猫 也就是十二个私城 来打 不同的穴位 啊 人呢 一天是二十四个小时 啊 十二个私城 那么在这十二个私城里面呢 那么有的朋友说了 哎呀这穴位三百六十五个穴位 也能分三十六道大穴 四个麻穴还分七十二道小穴 那女同志呢 是三百零六个穴位 男同志三百零八个穴位 那就他朋友说女同志为什么 多一块呢 对了 女同志多一块 对了 啊 那么朋友们 你们呢 学点穴爱好武术的朋友 不要记那么穴位 你记不住 啊 什么四个麻穴 死穴 晕穴 啊 啊 记不住 啊 我们这些方法呢 都在很短的时间内 要让朋友们掌握这些方法 能把对方 打得不动 啊 那么你们呢 爱好点穴 自学十二个穴位 十二个穴位 啊 那么现在呢 比如说 你垫的是谭中穴 啊 那么再过一个时辰 就两个小时记住 那就不是谭中穴了 谭中穴点上 点上也难受啊 但是呢 就没有刚才那么邪乎了 啊 那么也就是说啊 呃 刚才这个九 谭中 啊 谭中 啊 人家中情穴往上走四寸的地方 啊 那么呢 就是过了这个时辰以后 你们点的就是九尾穴 九尾往下走六寸 大家往来看 心口往下走个几寸就到了 啊 九尾穴 啊 还有个肩颈穴 不同的时辰来打不同的穴位 但是这十二个穴位啊 大家呢 了解了以后 你注意 解法 都是完全一样 一个方法都是三个脖子 你记住就行 四手指脱下巴 大拇指抠人中 揉动四下 啊 合骨走四下 上下 记住 啊 右手扶心脏 左手是空心掌 在他的大锥穴 记住 这个穴位可不能打错的 解穴你就记住了 解错了以后 人非常难受 啊 人非常难受 啊 好 是 那么 朋友们 大锥 大家在看 啊 啪啪啪 拍他四下 啊 那么 我们的点穴呢 基本上 就要讲到这儿 最后呢 我们大伙还要说一句话 就是这个点穴术啊 啊 还有个万能穴位 啊 因为大伙掌握这个穴位啊 打不好 要把人打坏的 所以说呢 你们记住一个穴位就行 那就是人的 谭中煦 啊 谭中煦 啊 不管在什么样情况下 啪 你只能把他 打准他这个穴位 对方 不管在什么样的时辰 都能跟他聊下 啊 啊 都能跟他聊下 啊 那么 这个点穴呢 我还可以送大家一句话 就是说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各人 啊 最主要要练 多加练习 那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吗 台上一分钟 台下三年功啊 啊 这是练练武 啊 啊 有多加的练习啊 啊 那么我们在这个防身里面呢 还讲到 新的 啊 也就是说 在坏人 碰到你的情况下 啊 碰到你的情况下 啊 我刚才前面已经说过 你出门在外 外面出彩旅游了 碰到几个歹徒 打又打不顾 跑逆跑不掉 寒天不赢 寒地不灵 寒那个 治安人员不在跟前 你受他的侮辱 你受他的欺负 对了 这种情况下 武术 武术显得特别的重要 啊 在我们这个防身的方法里面 都是基本上 不要你练功 炫焦炫灰 当场实验 啊 只要你把这搞懂了 啊 当场实验 啊 那有的朋友说了 啊 我 你看 碰不上坏人 你看我那块头 谁敢惹我呢 朋友们 那话不能说 啊 这个人呢 说得好 一多不压身 真学会 人家还可以防身 防身不说 强身呢 健体呀 对不对呀 啊 真要有那么一天 碰到几个歹徒 你说怎么办 今天呢 我在这儿呢 不但薛伟给你说了两招 非常实用 啊 因为是真是假 下面你都可以自己压穴位 当场可以实验 对不对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穴位 你说管不管用 给朋友 握手至极 把他这个烈穴系 往下这么一扣 他不就下去了吗 啊 这我刚才就说了 啊 烈穴穴位 就在那个卖搏的地方 你可你自己啊 啪 把对方给扒下 对不对 那有感觉啊 那么朋友们 这就叫 巧门 诀窍 一瞧破千金 四两拨千金 说的就是这些方法 学位 啊 我今天呢 所说的 刚才说的一个谭中学位 下面我就说 如果有一天 碰到几个坏人的情况下 啪 他把你 胸抓住 他只要敢抓你的胸 你记住 对方 不怕你 怕你他也不敢抓你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真要抓住你怎么办 你就喊个三在我这儿学会了 你说啪一下 把他碰就趴下了 有的观众说 你越说越神了吧 当场实验 啊 当场实验 啊 我给大伙伴 就 示范这个 啊 抓胸 啪 我怎么把他 留趴下 啊 你比如说 啊 抓住了 你怎么办 松开 对方肯定呢 是不松的 啊 怎么办 武术名词里面 有一个动作叫虎爪 中指跟食指 抠起来 抠起来以后 刚才我已经给大伙 把前面一个学位说了 一个列诀 一个内观 一个外观 内观外观外观 外观内观 大家记住 那么也就是说 你不要记名词 你记穴位就行 大家注意了 也就是 一寸半的距离 内观穴 发麻发酸发炸 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 有 大家可以 啊 在下面都可以 当场做实验 在立这个 手腕 往上过去 一寸半的距离 大家自己压 发酸 发麻 发炸 对 这就是人的血液 不流通 引起了青麻 那么有的朋友说了 用这虎爪 你怎么破他呢 你让对方松开 他肯定不松啊 这种情况下 用这个中指和食指 大拇指 扣住他这个穴位以后 往下 这么一带 啪 大家看 起来 难不难受 难受 为什么呢 这窍门打法 会打的打一下 不会打 打十下 不怕你千招会 但怕你一招精 练武 学的就是这些精华 因为大伙都知道 比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人的穴位 人的关节 可以这样活动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你说 那么能不能这样活动啊 对了 也就是说人的关节可以这样 那么这样 是难受的 就那么个道理 那么朋友们 刚才 抓胸的这个动作 抓住 抓住以后 他胳膊力量再大 人的血液这么一扣啊 整个哥们就发麻发酸 是不是 然后呢 你就 轻轻的往下这么一转 他胳膊就转过来 啊 真要是对方坏的话 你狠毒一点的话 这一下去 胳膊就给他折了 就断了 啊 所以这个 和人斗呢 大家记住 最好不要 大家都 啊 也点到为止 也就是说把对方 能制服 哎 就行了 这呢朋友们 人的关节大家记住了 你看 往下这么一带 这胳膊的关节刚好到这 大家说能受得了吗 啊 这呢就是一个破胸的实验 啊 我教你个第一招 啊 那么如果 对方 要抓住你的肩怎么办 抱住你的头怎么办 抓住你的头发又怎么办 抓住你的双腿又怎么破解 怎么能在很短的时间内 把坏人制服 这是我们的目的 啊 那比如说有一天 你在前面中 后面有个人怕把你肩这么一拍 啊 你怎么办 对了 这种情况下 和我刚才抓的这一招 啊 有一点区别 有一点区别 你呢 可以把这个手 啊 往这这么一按 然后呢 往这么一转身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人的内巴骨 是非常脆弱的 把他这么一按的当中 这么轻轻一笑 难不难受 难受 对了 非常难受 啊 这次一招 破解的方法 用点劲记住 你可不能 啊 来一下吧 那不行吧 啊 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往下带 让他甩给我去 啪 就这么一甩 准保把他甩爬去 啊 但是这个动作呢 大家记住 你一定要按到什么地方 一定要 这次人的关节 记住了吧 啊 哎 也许这个关节 一定有压 我听懂吗 听懂吗 嗯 好 这个动作呢 叫抓肩 啊 那么下面呢 我再给大伙说一个 技巧 叫做 抱腰 啊 抱腰 好 如果对方把你的腰抱住以后 想跑跑不掉 想 怎么办 注意 这种情况下 抓了在一起抓紧 用你最大的力量 这个技巧用链吗 就把他小拇指这么一抠 哥们松手吧 为什么 疼啊 朋友们 啊 做个实验 有的朋友说 你这也叫武术 对了 在武术里面讲的什么 胜着为王 先下入为强 啊 也就是说 非常的实用 这个拇指 是人的薄肉的地方 小拇指 大拇指 中指 你说实不实用 大家说 哎 简单吧 不用练 啊 那有的朋友说了 那如果他手抠的特死啊 你搬不开怎么办 也有方法 包括要有三种方法 四个破解的方法 这呢 就是人的一个穴位 这是第二个方法 教的什么呢 叫做合骨穴 抓紧了没有 抓紧了 你大拇指按住他的合骨穴位 松开吧 他马上松开 他松开以后 这个手你还不要 不要撒手 啊 那怎么办呢 你把这个手换过来 这个手往上走 这个手 到这别动了 把这手送过去 哥们下去吧 朋友们 对了 啊 这个方法 是人的合骨 啊 内观 外观 烈穴 虎口 劳工 合骨穴 合骨 合骨 大家现在下面 可以自己按自己 做个实验 是不是发酸 发麻 和发脏 是不是 这就是人的一个合骨 啊 一个合骨穴 那么呢 就是说坏人把你抓住以后 第二个破解方法 把合骨 啊 现在我来个慢动作 他松开以后 你这个手别闲着 别把他松开 啊 转过身 这个手呢 把他刚才我教的那个 烈穴 学位抓住 左脚 往上走 左手 往上走 这个右手把他的胳膊送过去 用这个左手把他往下带 啊 往下带 这是第二个方法 啊 这个 前抱 后抱 啊 抓头 方法呢 是 非常多的 啊 这就是我们的 实用的一些 点穴 琴拿术 啊 我们 这节课呢 今天呢 就讲到这 啊 那么希望大家 一定要多加练习 多加练习 熟能就能生巧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